货运物流业面临通膨疫情 油价成本上涨跟缺工问题 加以大融也开出了第一枪 董事长沈宗贵表示 已经跟交通部申请调涨运费 未来涨幅会在10%以内 并看准下半年货运将进入旺季 宅经济电商货量会以倍数成长 我们有同轮确诊 我们的客户也有确诊 所以在两箱夹底底下 网工市场蓬勃发展成为货运物流大商机 单物流龙头家里大融在股东会上透露 上半年遭逢疫情通膨突袭 货运人力需求大暴增 业者面临人力大缺工 随着油料防疫等成本上涨 加剧缺工问题 这样情形无非让缺工雪上加霜 现在的通膨 现在很多的商店官家 冲击到物流位我倒不认为 冲击到价格倒是真的 油价会涨印价也应该要涨 董事长沈中贵也坦言开出第一枪 已向交通部申请调涨运费 未来涨幅在10%以内 不过后疫情时代 沈中贵仍看准下半年 进入货运旺季 宅经济电商火量大增 会有倍数的成长 将着重冷链医药及快递服务 更导入电动三轮车加速电商 宅经济里面的配送效率 还能降低油耗 在这个疫情的严谨底下 我认为我们仍然保持一个 稳健的成长 我们对于下半年的货物 或是成长的回容 我们是有信心的 货运者认为工艺链和缺工问题 若无法排除 短期内物价上涨就无法排解 而民众面对通膨压力 也将持续在高点 记者续节万俊良台北采访报道